大家好欢迎来到言论 今天这期视频里面的很多内容 其实都是昨天那一期的 因为两个原因 我没有办法只能把它拆成两部影片 因为主要原因 就是我想多骗一点大家的钱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烂电脑 导片子导出了一种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的感觉 气得我今天马上又跑去买了一部新的电脑 真的我昨天别看我的视频质量就这个样子 但是我得导四次片子 才能最后做出一部成品 如果他每一部片子导的时间在二三十分钟 那么我做一部成品就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两个小时还不止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只能把视频截短一点 希望之后能有所改善 不过我也算是因祸得福 昨天那期视频播出之后 就有很多小伙伴来找我说 那个女生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现在已经开始继续战阶追求自由民主了 恭喜他恭喜他 而且还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说 他的那只眼睛并不是警方打伤的 而是他的猪队友 用弹弓还是气枪什么东西给打伤的 虽然我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 但是有一点貌似可以确定 就是他到现在为止都不敢公布自己的验伤报告 我觉得不管是小钢猪还是不带弹 验伤报告可以很清楚的展示这一切 如果真的是警方打伤的 我觉得这姐姐应该会在第一时间马上公布 没有必要掖着藏着对吧 虽然我是一个一点都不公正客观也不中立 经常信口开河满嘴胡说八道的YouTuber 但是我还是想看一看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就去YouTube搜索了一下 我就输入了一个关键词香港 结果我就马上被扑面而来的这种言论自由的气息所包裹 基本上所有的视频全是一面倒的骂中国或者是骂香港警察的 其中有一条视频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一帮学生好像是在具体地方我忘记了 反正呢就是被暴力清场 您问我那个场面暴不暴力 相当暴力 但是您如果问我应不应该 我觉得非常应该 这就叫执法 谁让你们没有机会许可就在那里站着 然后挡别人的路呢 对不对 这就叫国家机器 如果他们这个时候不工作 我们凭什么要发给他们薪水呢 对不对 但是其中有个女生啊 就是在被拖出人群的时候呢 就拖了没两步路 就坐在地上开始哭 我当时看到啊 心里面的感觉其实蛮复杂的 我那一瞬间的感觉就是 这不就是个傻丫头吗 因为最近看了太多香港这些暴徒使用暴力 去欧打大陆的乘客 或者是向警方投掷汽油弹 但是当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帮人里面还有很大一部分像这种傻孩子 我仿佛到这一刻我才明白 就是之前那个香港的光头阿瑟说的那句话 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所以我今天想聊的这个话题就是 我们这笔账到底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我们先把这件事情按下不表 我们先继续往后聊 其实我之前出过一期关于美国枪支暴力的视频 在那期视频之后呢 有许多小伙伴发给我一些其他up主的链接 我就去看了一下 节目的质量好坏 我姑且不论 但是他们传达出来的信息啊 真的是让我觉得 有点想标脏话 总而言之啊 一上来之后呢 就摆事实讲数据 就说美国很大 美国人口这么多 每年在美国被枪杀的人才有多少啊 才占人口的百分之几 可能是因为我长久以来数学都非常的差 所以这笔账我一直算不清楚 但是以我小学水平的数学啊 我稍微算了一下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你父母身上 你爱人身上 你孩子身上 那么对你来说就是百分之一百 张嘴闭嘴就是美国自由民主 说这是美国人享有的特殊的权利 你们中国人不配 因为你们生活在一个独裁专制的威权体制之下 所以你们不要羡慕啊 这是美国人特有的权利 我觉得您能说出这样的话呀 真的是距离丧心病狂只有一步之遥 而且我真的非常欣赏您的这种洒脱 我看了您的视频之后呢 真的是觉得 也许中共摘除火体器官的事情是真的 昨天早上我开车出门 在车上听广播就听到这样一条新闻 在波士顿的一家购物中心里面 有一个哥们突然站在桌子上大喊 我要自杀 据某一些目击者说 当时他手里有枪 所以周围的那些购物的人啊 就开始疯狂的逃命 您各位想的购物中心里面人得有多少 这个在逃跑过程中难免会发生推丧 这个所以就有很多人受伤嘛 这条新闻当时我听到的时候呢 因为是刚刚发生 所以我不知道更多的细节 但是从侧面您也能感觉到 如今的美国人是多么容易被吓到 就在我发布完川普那条视频的第二天 还是第三天 好像是第二天 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就发生了一件 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一个哥们儿骑着摩托车 经过时代广场的路口 在那里之后呢 可能是车熄火了 他就想把车再踩着 但是他的车估计也比较老旧了 就在打火的过程中呢 车就发生了回火 这个回火呢 就是在排气管那个位置 会有火焰喷出来 并且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 这哥们儿就低个头在那里 踩踩踩踩踩了半天 终于踩着了 再一抬头呢 我却人呐 时代广场朋友们 号称世界的十字路口 来纽约的游客 一定要去的地方之一 整天都是人山人海的 这一抬头 时代广场中间那部分的区域 你连条狗都看不着 什么原因 您各位估计也已经猜到了 所以我就在想 这真的自由吗 我吃完饭出来六个弯 我还得随时准备好逃跑 您各位能想象那个画面吗 一个普通的摩托车回火而已 您要知道 时代广场上不光有美国人 全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有 大家在听到回火之后 第一反应居然是逃跑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什么样的政府 什么样的社会 这他娘子算哪门子的自由啊 我觉得你们说的那些话 简直就是对受难者 以及受难者的家属 最恶毒的消费 也就是这帮人 天天穿夺着那些 香港的那帮傻孩子上街闹事 我看你们一个个 也一把年纪的人了 你们这么做 难道不觉得亏心吗 就天天去讲 让那些小孩天天上街去闹 你们只要继续闹下去 解放军就会被你们逼上街 到那个时候呢 西方媒体 美国政府就会站出来帮你们 就会站出来挺你们 香港年轻的朋友们 即便真的镇压 那也就镇压了 明白吗 解放军是绝对不可能上街的 光是深圳的警察 特警 武警就足够了 即便不够 警察 特警 武警的制服 那也是要多少 有多少 明白吗 这帮人在把你们当枪使 在把你们当白痴耍 难道你们看不明白吗 到时候除了一帮西方的无耻媒体出来表示一下同情 谴责一下中国政府 或者是美国的某些政客跳出来恶心中国政府两句还能干什么 如果你们真的相信某些自媒体告诉你们 或者是你们自己想象出来的 你们如果真的把解放军逼出来 美国呢就会派兵 真刀真枪的跟中国干一架 不要傻了 怎么可能呢 今天纽约时报最新的消息 川普政府决定暂缓加征 那剩下的10%的关税 为什么 就是为了不让美国的老百姓觉得在假日期间他们所要购买的那些商品涨价了就这么简单 我一个在浙江做小商品的一个朋友 他告诉我 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 确实有很多小的这种厂家倒闭了 但是他的营业额却成长了两倍 知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所有美国的厂家都在囤货 中国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厂家 不但没有受到损失 反而营业额在成倍的增长 光是倒掉的小的企业 他就已经收了两家了 员工就只是换了个老板 原来的老板就当放了个价 然后再想下一批买卖应该做什么 反而是在打贸易战之前 他的生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知不知道为什么受影响 就是因为前年 甚至大前年 中国政府开始大力的去减产能 可能是为了环境 可能是为了这种经济结构 那个时候他反而生意非常非常的差 一打贸易战 他整个就全活了 中国有成千上万这种靠出口吃饭的小的工厂 没错 打贸易战的确对他们有影响 但是他们就像野草一样 踩一脚就死 下长雨就活 这就是中国的这种 流传了千年的这种小农经济的特点之一 你真的以为中国跟美国打贸易战 最先挺不住的是中国吗 为什么今天香港闹成这个样子 让大陆人那么的愤怒 就是因为在我们需要一致对外的时候 你们却站出来率先给中国人背后捅了一刀 你们在被人当枪使明白吗 这个世界哪有那么简单啊 一加一就等于二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你们这帮傻孩子在美国人的眼里 还没有人家过节用的一颗圣诞树来的重要 不好意思 今天显得有点亢奋 因为看到了一些我最不想看到的东西 咱们继续往下聊 还有一些小伙伴最近来找我说 严啊 不要再做历史内容了 没有人看的 没有什么流量的 然后还有一些小伙伴说呢 最近YouTube是不是在打压你啊 看你的这个粉丝成长人数明显减慢了 然后这个 我不知道了 反正呢 粉丝突然之间少个几十个 属于很正常 然后视频突然之间不能点赞 也见惯了 然后明明已经订阅的人呢 过一段时间会莫名其妙的取关 这也属于常事嘛 对吧 我是这么想的 我并不觉得YouTube在打压我 首先我没那么重的分量 其次啊 我是觉得他们可能在考验 中国人的这个记忆能力和打字能力 言论嘛 很好找的 严实的严 讨论的论 即便取关了又怎么样呢 对吧 首先我必须要感谢这些朋友对我的关注以及支持 真的是总觉得 哎 何德何能啊 其实在做这些所谓的历史题材的内容之前呢 我就已经预见到了这样的结果 我相信老的观众对我这个不富裕的智商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信心 再加上我这个上浅的做自媒体的经验 我相信如果我想要快速的增长粉丝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我不可以这么做 因为那些订阅了我的频道支持我的朋友 我的节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代表了他们的水准 我不可以给他们丢这个脸 所以呢 我就想做一点我真正自己想做的东西 当然了 也是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历史 尤其是美国的历史 随着我看的东西越来越多 我就发现所谓的自由民主 曾经的自由民主 背后都有一个巨俗的理由 而今天的自由民主 更多的时候背后都有一张 巨无耻巨贪婪的脸 美国这个国家是怎么诞生的 或者说美国的独立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 不就是因为当时的英王给北美殖民地加征了关税 所以北美殖民地的这些人就跳起来说 我们要争取独立 我们要自由 就这么发生了 华盛顿之所以是个伟人 就是因为他能用自己的政治手腕和人格魅力 延长了大陆军当时士兵的合同期 没错 当时的大陆军的士兵是签合同来打仗的 你如果告诉他们 我们这里有自由民主的空气 你可以过来呼吸空气 你愿不愿意去跟英国人拼命啊 狗屁 谁会来啊 不管时间如何的推移 历史如何演变 在每一个所谓的民主化进程的历史转折点 一定都有这么一件具俗气的事情 也有这么一个更俗气的历史背景 所以才有了今天这种所谓的民主自由的政治体系 就是这么一步一步演化来的 但是对于今天香港还有台湾的年轻人来说 自由民主仿佛已经变成了一种狂热的宗教 对他们来说现在赚钱不重要了 利益不重要了 殊不知这个东西从一开始就是因为利益才产生的 今天美国人为什么要玩这一套自由民主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美国能够正常的运转 如果没有这一套所谓自由民主的体系 他根本不可能把国内的不同国家 不同背景的这些人全部都联合在一起 让他形成一个完整的国家 什么叫做美国梦 就是在这一套所谓自由民主的体系之下 所有人都能有相对于公平的机会 都能为自己的生活去拼搏 去振到一份属于自己的生活 这就叫美国梦 中国也有同样的东西 只不过我们的名字不同而已 我们叫做孔梦之道 能够把所有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文化 跟所谓的民主自由什么美国梦 没有任何区别 好吧 不好意思 我又激动了 其实我之前就一直在想 如果把华盛顿和那帮所谓的美国国父 空降到中国 让他们做中国的领导人 中国会不会也产生这么一套 类似于美国的自由民主的体系 我自己的答案是不可能 别说把华盛顿空降到中国 你把上帝空降到中国 那都没有任何卵用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文化 就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 沿用这种所谓的民主政治的体系 有哪一个除了西方的原生性的 民主自由的这些国家以外 有哪一个国家是成功的 你给我找出一个来 我就给你公开道歉 好不好 那么为什么你们就一定要觉得 中国就今天必须得要跟着 美国的这一套游戏规则走呢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养出这帮东西吗 我支持香港警察 你们可以打我了 欢迎回春凡新美啊 你们可以打我 所以我非常想把这份视角分享给大家 我的观点不一定对 不对 我的观点很有可能就是错的 但是我还是希望跟大家分享 我希望大家看我的视频能有所得 稍微有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假如说你原来对美国历史丝毫不感兴趣 但是通过我的视频 你能产生一点兴趣 自己再去看一点书 或者是多一点了解 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成功 我也希望能够有一些香港 或者是台湾的年轻人 能够看到我的视频 我知道我自己能力非常非常的有限 但哪怕只影响到一个人 那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成功 哎呀不好意思啊 今天情绪有点小激动 讲的呢有一点凌乱 最后啊我还有一些话 想要对香港那帮孙子说 你们要玩民主自由的游戏对吧 没问题啊我跟你玩 我告诉你 今天中国的民主 就是我们所有人要求中国香港的警察 尽快办了你们这帮王八蛋 今天我们中国人要的自由 就是每一个中国人 能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自由的行走 不会被你们这帮混蛋骚扰 小爷大不了这个号不要了 我支持香港警察 你们可以来打我了